您一定想不到 一个普通的炒鸡做成了个招牌 并且让这个小店 过了三十年 天天排队 在那一千块钱 收了两条大金盐 今天就要借给了三个 就在天安清鸡的家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官哥 我现在在山东的家乡县 这里有一家专门做黄门鸡的店 我要是说 这家黄门鸡店 这家店是黄门鸡的扛把子 黄门鸡的把主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反对 因为从这里过去的话 这里应该有四排吃 都是过来吃饭的 现在已经十二点多钟了 还有原因不算客人还要往这来 进来还要 一个开在一个县城郊区的一个黄门鸡 做成这个样子 做那么好的生意 我想味道肯定是不一般的 双缝大泥黄门鸡 都是客人自己动手搬桌子呀 没有人给你服务 也不需要服务吧 这大厅里边也是好多人呢 开始加桌了 坐满了呀 然后在这边都是排队买票的 这里有一个家乡吃大名吃 还有得到了一些照片应该是 这如果没有来过的话 很难听这是厨房啊 到这个地方吃饭的话 需要到厨房来拿机子 也不然哪儿吃不到啊 都是客人自己动手 都是客人自己动手 这边有一个大餐 那边两个大都在烧 师傅 师傅 你这锅烧多少只鸡啊 三十多斤 就三十多斤是吧 哦 能做多少份这个 三十多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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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烧鸡中这个酱烧的是吧 对 这个酱是你们自己搞的 拿鸡翅的 啊 拿鸡翅的敲销 哦 秘制咋就这个酱是吧 对 这个酱你们卖不卖啊 不卖 不卖啊 就在这里面是吧 对 就靠这个酱 一天能做多少只鸡啊 一百多只 一百多只 就多少斤啊 大几百斤 这个酱烧好香呢 要烧多长时间呢 半个月出去就好了 这个酱是每天饶吗 这个酱 对 有没有一百斤呢 一天 有 有 有没有辣椒里边 有辣椒 有 是什么鸡翅用的 红鸡 红鸡 红鸡是木鸡 红鸡 红鸡是木鸡 红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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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烧鸡翅是吧 那鸡翅也不用炒 鸡翅也不用炒 我都会烙 哈哈 这个锅多少斤呢 四十斤 一天烧几锅呀 十二锅 十二锅 你忙你忙没事没事阿姨忙吧 你拍个镜头 你好 你好 你几碗呀 三碗 前面先买票是吧 对 这多少钱一碗 十八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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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是吧 十八一碗 吃过没以前的 吃过吃过 吃过是吧 是从哪里过来的呀 从盒子 从盒子过来吃的 有多年人过来 从盒子会轻易入党的 然后转门下来来吃的 哦 你给我来放个鸡爪子 对 转门放的 哦 大泥你今年多长年纪了呀 五十六了 五十六了 那我前面写的大泥就是你的名字 对 对 那是个以前小鸣巴起的 大泥大泥的 那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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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五十六岁的 还是大泥 对 你这做多少年这个店 那是八八年 一年三月四六开一 起这么清楚啊 对 八八年 到现在有三十多年了呀 三十三年吧 一直就做这个机子 一直 那时间有没有做黄焖鸡的呀 那时候也有黄焖鸡 你这黄焖鸡 你这黄焖鸡在家乡算不算生意最好的呀 我拿着个要饭的 哈哈 做成这样就好像要饭一样啊 你这一碗鸡有没有多少有多少有 多少有 一碗鸡是一碗鸡 一斤半生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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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熟有多少了 烧熟 烧熟到生鸡就是一碗肉 哦 到你这吃饭都习惯自己端了 哈哈哈 自己端自己拿 看下现在是一百三十八炙 一百三十个八炙子 中午就一百多炙的话 就有个几百碗吧 晚上买买四五百块 晚上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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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碗鸡带两个烧饼 不过是在另外买是吧 这个鸡子也是你们自己杀的 还是让市场买回来 直接杀 其他或者 那个 就是早上 我们现在开始杀鸡 哦 这个房子还是这个院子是你们自己的 自己的 自己的才是 这好大呀这块地我看 停车上还有个院子 我买的 都是八八年开月 成活到了六月才盖这个路 哦 八八年开二年零一年盖的房子 嗯 你占地多大面积占地有 三亩多 三亩多 那得有两千多个平方了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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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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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你那有几个人呢在店里边 店里下的四个多个人 那前面前面是两个人不停 老母亲给你帮忙 那菜是多少钱一个呀 菜 几块啊 六块钱一个小菜 好便宜啊 几个大学生了 八个 都是你卖黄蒙鸡工具 供养他们的 是不是 这边装烤的凉菜 凉菜六块钱一盆 一大盆一大盆一大盆的 那个大姑娘是你什么人的 是大姑娘 大姑娘是吧 嗯 是八八年带的 带了一千块钱 收了两小大金元 现在一千块三倍就在前一千集的家 哦 你今年多少年纪了呀 七十八了 七十八了 我留你干了三十一年 刚开始做的时候 你那个鸡子是买多少钱呢 我那个时候 鸡吃那个鸡 鸡都也不知道 鸡都也不知道 那个鸡都也不知道 多少钱 我饿呀你 你们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多少碗呢 这小的瘦啊 小的瘦呗 八百碗 八百碗 那就不少了 一个多小时才能吃到的黄焖鸡 这么大一碗 加一个烧饼 烧饼先放一边 阿姨啊 每一碗都放一个鸡爪 满满的一碗 这一碗还是挺大 十八块钱 先吃一块肉 放点香油的 没有辣椒 鸡子烧的非常入味 它这个鸡子酱很浓 酱香浓郁 其实这个鸡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酱 黄焖鸡放了一种酱 啃一下鸡爪子 鸡爪子好吃一点 小烧饼 这种小烧饼好吃 小烧饼的话没什么规则 这鸡肉其实很嫩 虽然烧那么久了 我感觉这个鸡子比较肥 吃这个鸡皮的时候 有一层 很干脆吧 每一块鸡都搁满了这个 汤汁 吃第一口的时候感觉那个鸡子有点 酱汁有酱 有点浓郁 有点稍微有点偏咸 然后连吃了几块 这感觉没有了 你如果喜欢那种酱香味 是非常不错的 要是不喜欢的话 那么可能会有点不习惯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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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青椒放里面是 泡一下 然后解腻的 吃的比较爽口 它这个鸡子没有炒制 直接烧了 烧了之后 也没有什么腥味 然后鸡肉比较嫩 并且比较入味 搞完哦 这个鸡子的话喜欢就好 它的生意这么好 每天卖这么多鸡 肯定是原因的 就是当地人肯定很喜欢 这种味道的鸡子 用酱烧出来的 谢谢